近日有网友晒出妮妮灯上L风面大片 并配纹阴晕着浪漫温柔氛围 一切都是那般美好安然 照片中妮妮一头复古发的海藻卷发 妆容精致 充满失忆 时尚性感 给人无限的想象 只见妮妮身穿斑点式的连体短裙 慵懒地躺在沙发上 似乎营造一种熟睡的氛围 这种随性闲适的状态 给人一种享受当下生活的美好的感觉 另一张照片中 妮妮慵懒地躺在一个复古的老式椅子上 她一头卷发垂在椅旁 皮肤白皙光滑 小蛮腰时饮时现 曼妙的身材清晰可见 只见她身穿一件性感的白色沙衣 搭配白色袜子 将女性的朦胧美呈现得恰到好处 此前在福建厦门举办的第三十五届金鸡奖上 妮妮身穿嫩绿色的礼服 惊喜亮相颁奖现场 状态很好 她本次是凭借在漫长的告白中的精湛演技 一名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此前由张绿指导的极致美学爱情电影漫长的告白 汇聚了妮妮、张鲁伊、辛柏青等优秀的演员 备受期待 该片讲述了少年时代的立东 曾爱慕过一位叫阿川的女子 在历经见二十年的深情等待 俩人再次相遇 这份深藏心中的爱 也在这场远赴她乡的主爱中 愈演愈烈的故事 在前不久的金鸡颁奖典礼上 漫长的告白 获得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提名 实至名归 对于妮妮提名的金鸡奖最佳女主演仪式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妮妮可以兑现沉默了 因为此前在第32届金鸡奖后台 妮妮因为没获得提名 而拒绝接受采访 她当时直言 我没有作品 没有底气 接受采访 等提名了 我给你们做 我们希望看到她更多精彩的作品 实习编辑 别碧雄发现同城精彩活动就上 谈资同城活动会 电影 演出 聚会 展览等 全网一站式聚合 底价 购票点我进入